我也希望你们能早点把这个王飞哥那公司那些事情处理好 然后处理不管什么时候处理好 我都希望你们就是 以后也不要就 真的不要因为我这些话 你们可以真的转告给王飞哥 不要因为我再跑到这边来 每次一到这边来 要么就是工作 搞还 要么就是什么 真的 要么就是什么 谈的项目啊 多少多少 真的全部都是 因为来这边才会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们 这次把公司那些事情处理好了 就不要再过来了 就不用再 不用再到这边来了 而且杰哥你看 直播间 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 我我就 不管 我现在肯定是 不会去 王飞哥他们那边的 我就说我 我就 我就要在家里面结婚了 呃 你们怎么说我也好 你确定了吗 嗯 你确定了吗 这有什么确不确定的 结个婚有什么对吧 结婚肯定是确定好 想好了才结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家人们 我的话肯定是 要结婚了 快结婚了 我跑过去 还要跑回来结婚 我就不去了 我知道 王飞哥之前 对我真的特别好 我也知道 呃 每次我需要 嗯 就需要 帮忙的时候 王飞哥都会帮我 他每次都这么帮我 这次我知道 王飞哥 有困难 我没有陪着他 我也没有帮到 就是你们说的什么 精神善能 帮到他什么的 我也帮不了了 真的 呃 我只能 我刚刚 就是看到 安杰 他说要来我家 或者是说什么 呃 就在这里等我回去 他才走 所以我就只能过来了 呃 杰哥 你就不用等我 也不用 在我们这边了 你就现在如果说 晓晓不是也说了吗 晓晓也说了 让你快点回去 那晓晓 晓晓都是这么说了的话 那你们快点 就快点回去 那晓晓紧张 就那么着急的话 工资肯定真的很 就 这个事情肯定是 不是小事 那走吧 回去了 嗯 对 不是安眠 那个 就 我也没带什么 就只带了刚刚那些 纳日我什么的 带给王飞哥的吗 还是带给我们的 还是带王飞哥 带给杰哥跟王飞哥的 走了那我 哎 等一下没 我就跟你说 救货吗 你们现在不是着急吗 那你们着急走的吗 不是 我们是着急走 但是你说 让我回去帮王飞哥 我能帮的 就只是一个小泥头 你能帮的 只是个大 你能帮的是个大头啊 我能帮什么吗 杰哥 我真的帮不了 现在王飞哥在公司那边又出事 然后你这边的这个司机又卡在这里 他一个西 那时候飞西的话 怎么办事吗 你就想一想啊 咱们大家都是为了王飞哥好吗 不是直播间的家们 我再给他们说一下 你们说对不对 现在我肯定是 真的帮不到王飞哥 现在杰哥 是能搬得到王飞哥的 所以说现在早点让杰哥回去 这才是对的 对不对 我的话真的 你们说放弃 真的可以放弃了 我有什么好 我有什么好等的 对不对 你说你的那 我没有什么话里有话 我没有什么话里有话 我只是觉得他们两个在这边 他们两个在这边浪费时间 还不如早点去搬一下王飞哥 现在这只能搬到王飞哥就只有你了 我搬不了 我不相信你 会这么忍心看着王飞哥这样吗 太自私了 阿美太坏了 你们两个以前 我肯定坏啊 你们两个以前那么好的 你看 那是以前吗 所以你看我都这么 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肯定 我肯定是不可能回去了 对吧 对吧 家人们 我肯定是不会 不会去的 所以你也不用 你不用今天等什么 等我考虑好啊 明天一起回去 我不会去的 而且直播间家人们 喂 家人们怎么办 啊 哈 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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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在跟我朋友玩呢 马上 马上马上马上 那个我叔叔我叔叔给我打电话啊 就我叔叔说 我 没事你们反正你们也不怎么听得懂 也不用给你们解释什么了 嗯 你们就不要停在这个地方了 你们快点开车走吧 可以走了 家人们怎么办 走吧 对吧家人们 然后 嗯 走那走了吧杰哥 啊 那走了 你去不去 你想清楚没有阿梅 你要想清楚阿梅 我们真的 我们不能在这里耗时间了 我们的鸡块出发 我们又不是不回来 你跟我们一起去两天吗 我们又不是不回来 事情解决了又回来吗 又不是带你 就把你拐卖了还是怎么的 这不是还没结婚吗 去不去到底 怎么这么纠结啊 我真的是 事情没有发生在你头上 你肯定你肯定觉得 那你要 那怎么解决 直接说出来不就好了吗 那又不是没有人帮你解决 又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在 在那 不要让你一个人扛着 你自己要把压力放在你自己身上 走吧走吧阿梅 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走吧 不是 先不要 拉好手机 等一下 直接停一下 停一下 杰哥停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我我有 我最后还有话就 嗯 我就 不要考虑的 就是拉 服务手机 我到个车 等一下嘛 等一下 哎 杰哥停 那我先 我先把车倒倒好吗 对 你们先把车倒好 然后 就不要停在这里 就快点回去了 看小小那样那口气哎呦 真的是 不是 是你们你们要怎么说吗 你们说要怎么说 你们说怎么说家人们 那好吗 那直接开车吧杰哥 那直接一起走吧 不走 直接开车一起走 可以了 开开开开开 直接走 那我还要怎么说吗 是不是这样呢 跌了 还有 这路 还有 这路 的家 你们 这么晚 开车 住一点啊 这么晚了 而且住一点 你没事 你来坐前面吗 我坐后面睡觉 你坐前面 陪杰哥说话 哈哈 不用了 你坐 这能量 家人们 这能量 你怎么可以坐 怎么可以抢你的 哑巴了 我哑巴了 我该说的我已经说很多了 家人们 还能说什么 我现在说的 说的最 最能说的一句话就是 那到底要怎么解决 到底要给多少 对吧 那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这一次 我就为你做主了 咱们去救王妃 帮王妃 什么出发 走 说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出发哎 一会 你不要转门啊 对啊 出发一下 停 这能量啊 这能量这吗 这能量 等下等下 那我还在说说 哎 你我门都开了 不开了 这样很危险啊 对啊 所以说你别开啊 那个你们 你确定 你要想好真的 你真的想好 你就你就不是 你这不是去我去吃去喝 你就是在搬王妃 是在去救王妃的路 我能搬什么吗 公司上的事情 只有你能 只有你能搬得到 包括小小也帮不到 我不说话 我不说话 还有小小 你可以跟你爸好好商量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了 阿美 你真的 我上王妃哥 现在出现 你爸肯定会听你的吗 张总肯定会听你的 你好好商量不就行 但是事情现在已经发生 我知道是我爸不对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 那只有去解决吗 你带 那你去 你带着杰哥好好去解决吗 还有杰哥你 拜拜杰哥 真的是 你再去看一下 你再去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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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阿美 他不走 他不走 我们一开车 他就把门给打开了 怎么怎么 家人们 不是说 不是说 我刚确实我承认我刚才说话 可能语气不太好吗 但是 该 该劝的 我已经 我已经劝了很多了 该说的 我也说了很多 那直接解决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吗 那他非要把压力给 放到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上 还觉得 好像 这样子就是对王飞哥好一样 啊 我就搞不懂 真的是 啊 不是我阿美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吗 我不诚心帮忙 行行行 我好 不是我好好劝的时候也不听啊 那我说 那我说到底要怎么解 解决的时候又不说 那你们看王飞哥去谈 谈了这么多次 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谁不好好谈 谁不耐心的说 没用 44万 还有人在说44万 哎呦 真的是 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看 看直播 可以说不是钱的问题啊 他们他妈妈那边 也没有 也没有说 也没有完全没提这方面 只要玉玉跟他们谈 要么就是 要 要赶王飞这个走 要么就是 直接说 不退 就是不退 怎么都不退 直接给 人家提都没请你怎么给吧 人家阿美也没 没关系 人家阿美也没关系 人家阿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